我跟核心診所沒有任何特別的關係 那從來也沒有踏進去 也沒有接受過他們的支持 那如果有我都可以辭去我立委的職務 說這話強調自己沒有官說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再一次 為了核心施打疫苗爭議現身 要反擊前一天這樣的指控 誰得寸禁止 比較像是高嘉瑜 你覺得高嘉瑜得寸禁止 感覺上是這樣 那原來講的是不是只有針對醫護人員 跟診所的相關人員 第一個他告訴我說醫護人員 他們其實也擔心說 那如果沒有打到的話 其實對於會接觸到孕婦的人來講 都可能會有一些風險 說自己只是幫忙傳話的 但高嘉瑜也認了 五度幫忙跟衛生局溝通 據了解高嘉瑜六月開始 多次傳訊息給黃世傑 用孕婦跟新生兒的名義要疫苗 前面兩次甚至要求三百劑 甚至在六月二號還說 不夠的莫德納來再補 而核心也認了 從五月三十一號後一直在追加 但核心沒講白的是 他們也同步找上立委幫忙 跟北市衛生局要疫苗 那我們沒有接到任何就是 呃不行的說法 言下之一就是當下明明都OK 前一天核心的對話紀錄也指出 六月二號北市衛生局還主動詢問 疫苗有不夠嗎 小核心還問有多的疫苗嗎 隨即回覆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要食品給院內的行政清潔人員 衛生局也好爽的答應 最後六月八號為了達到科市長的KPI 衛生局更拜託多給的疫苗 能不能在十二點前打完 核心迅速回覆後 還感謝核心的幫忙及時雨 如今卻互空對方沒照規矩走 更扯出明代官說 也讓整起事件成了洛山門 因為我也不覺得有公開有什麼啦 對啊我是這樣認為啦 反正都已經適宜致遲 哈哈 TVB的新聞 祝賺我家綺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的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